委内瑞拉还真是英文那句话热带地区无强国,一手好牌硬是被打低希腊,饿死不中地大概说的就是他们吧。 委内瑞拉可以说,有着全世界最显天性的经济优势了,这个国家不仅有全世界储量17%的自由资源,地下还有各种储量丰富到爆炸的煤炭、天然气、金属矿产,地表有57%的分量覆盖率,年平均气温在26度以上,背靠加勒比海和大西洋,有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和各种天然粮港。 最重要的是还有全世界最多的美女,这样一个国家,按理说随随便便发展,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惨啊,研究个原子弹就更完色的。 可正是因为委内瑞拉先天条件实在太好了,光买石油就足以过上富足的生活,所以,这个国家自二战结束以后只干一件事。 那就是卖石油,通货卖石油换美元,然后用美元去买自己想要的一切,他们奢侈到什么程度呢? 自己不种地,农产品几乎全部靠进口,自己不发展工业,连卫生紙也是从国外买。 给大家说个笑话,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,重要的工业有汽车装配,石油加工,造纸,木材加工,是不是感觉和小时候介绍北周国家有的一些? 压根就没有什么工业呢,所以说这样一个国家能造什么武器,他们的武器装备,全部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,查维斯执政之前进口美国和欧洲,查维斯执政以后进口中俄。 你指望这样一个连子弹都造不出来的国家造原子弹,是不是有点高看他们了? 好吧,有人说,梦想总是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? 可是委内瑞拉真的做不了核武器的春秋大梦啊。 委内瑞拉在查维斯之前,基本属于美国的一个附庸,这是南美国家的普遍特征,毕竟是人家后花园嘛。 所以这个时候,委内瑞拉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核武器计划,以美国这么近,一有风吹草动,美国人就过来查问了,不敢动,不敢动。 而委内瑞拉周围,又是一些哥伦比亚、厄瓜多尔、巴西之类的三四流国家,根本不构成什么实质性军事威胁。 所以,这个时候,委内瑞拉没有什么现实需求,去做核武器的大梦。 查维斯执政后,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迅速误化,美国开始制裁他们的自由出口和武器进口,时刻要被美国人的军演吓呼吓呼。 核武器的现实需求是有了,可是这个时候已经进入21世纪,再来研制核武器,是不是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韦呢? 而且,以委内瑞拉的实力看,他们的国防工业几乎没有,难得花钱请人,来设计制造核武器。 所以,查维斯选择的是花大价钱从中俄引进大批新市场规武器,可武器什么的想都没想过。 委内瑞拉从俄罗斯进口S-300防空导弹系统,委内瑞拉中国进口运发运输机到。 了后查维斯时代的马杜罗时期,随着石油价格巨降,以及美国的制裁力度加大,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开始爆发。 没有了海量石油美元的他们,卖不到进口货物,也维持不了自己的高福利社会。 超市没东西卖,医院学校完全瘫痪,有些地方目前甚至已经退化到了原始社会,连部队都因为没有肉吃只能开始自己养猪。 这个时候别说发展和武器,还是先向爸爸把肚子填饱吧。 这是一个奇迹者的国家。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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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 Ama以往来说,你字幕伦рей Prior吧。 即使出品是一个奇迹者网香港。 那么就能够计算自己的奇迹人的艺 语言。 是一种奇迹者的国家。 输内瑞拉的一个奇迹者帷并 诼人的同志。 是一种奇迹者的文化。